大家看一看 我正在修这个鸟笼 刚才已经插这个竹签 所以印尼这边的鸟笼 它这边都是木质的 然后呢 当然这个里边的这个竹签是竹子做的 所以呢 我把它这个一点点插进去 等一下看插完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啊 哇哦好了一面 然后主要是这个门这块呢 一定要比较坚固一些 因为它常常要用啊 这个是门这个 准备另外几面 怎么样 不错吧 大功告成 网友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今天是2021年7月20号 那今天呢 我放假一天啊 因为在 印尼呢 它有一个宗教的 回教宗教的节日 在这边地位比较高的 或者是比较有钱的人呢 他会买一些牛和羊 然后呢 在这个清真寺祷告以后呢 把这些羊肉和牛肉呢 发给清真寺的教友们 这边的节日叫 前两天我买了我的第一只化眉鸟 那现在呢 我带大家看一看 我养的鸟 Let's go 这就是我养的三只 三只鸟 哎呀四只鸟 三个笼子 你看这边的 这个笼子就是比较大型的 你看这个 这边都是木头座 都是木 而且它的这个漆噴的也很厚 就是可能防止这个返潮吧 因为印尼的天气它比较潮湿 所以这些物质的东西可能容易坏 所以它都刷的漆刷的很厚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我自己 做的这个龙臂 用这个珠子还可以吧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养的这个鸟 这个就是绿叶鸟 这个绿叶鸟的叫声呢 非常好听 而且呢 它这个颜色也非常漂亮啊 绿色还透着一点蓝色 绿叶鸟的每天早上 一起床就开始叫 哇 这个好像有点热啊 OK 然后这个是我们叫 叫什么 呃 东辽还是叫什么呀 东乌 东乌的种类啊 但是它是一种 不是黑色的 它是另外一种 这个鸟的叫声也非常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丰富啊 吃的东西非常多 啊 每天要吃很多 你看又是香蕉啊 又是这些料啊 还要每天给十个蟋蟀 早上十个 下午十个 啊 但是这个 这个也属于大型鸟类了 属于稍微大一点 它嘴非常的长 早上 然后这种鸟呢 如果在中国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就是我随便买了两只 养一养 看一看它的叫声怎么样 这个鸟在这边是经常能看到 养一段时间 可能我就把它 放生了 放生了 这个可能有网友问了 你那化媒呢 化媒在哪里呢 化媒当然是不一样 在那里看见了吗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Let's go 这个是我的两辆 我的两辆宝马 以后我再专门给大家介绍 我两辆收藏的摩托车 一个YAMAHA 一个FACEPA OK我们来看 化媒在哪里 第一只化媒鸟就在这里 还有点害怕 有点声 不过已经开始叫了 已经开始叫了 叫的声音非常的大 比这个其他的鸟声音都大 所以其他的鸟好像都不敢叫了 希望这个 反正网上我看呢 就是擒溜鸟 这个化媒就 跟人就比较接近 而且爱叫 所以我也今天早上也溜了溜 这边这个羊鸟呢 不太喜欢溜鸟啊 它就是放在笼子里 让这个每天给它洗澡啊 洗澡啊 换绳啊 给它这个一些蟋蟀啊 不像中国 中国我们早上都喜欢溜鸟啊 为什么我戴口罩呢 因为我这个邻居啊 还有对面的邻居啊 鞋对面的邻居 一家人都是新冠肺炎 所以我出 只要一出门 马上就是口罩也戴着 这个最好眼镜也戴一点啊 眼镜也戴着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喂个蟋蟀啊 这个蟋蟀和这个面包虫 我都放在这里了 来找个蟋蟀 找个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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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它就吃了啊 来给你个面包虫 来吃吃 来 再来一个 饿了哈 来一个面包虫 来 吃吃吃吃 哎还不吃呢 来 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给你 给它扔了几个面包虫 给你扔几个面包虫 自己吃 下来吧 下来 下来吧 下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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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家里边你看还有这么 还有很多东西啊 还没有收拾干净 等以后这个里边的装修都好了 然后我拍一期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 整个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内室啊 OK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印尼小松 欢迎您的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